汽車的科技的眼鏡呢 其實如果用一兩年來看的話是大躍進 但如果你拉到了三年五年 甚至是八年九年十年 會讓你心裡頭覺得簡直是追不上 但它真實發生 就像我們從2012年看到的麥拉倫P1 油電超跑猛獸 到現在呢 這一台應該說是麥拉倫 相對比較親民的一台 油電猛獸喔 Atura嚴格說起來 它就是一個擁有超跑的猛獸靈魂的車 但它是油電的 油電車是一個或是純電車 是市場上的一個新的方向 那這個方向其實從三年前就開始 三四年前 所以我們看到有大家的 都紛紛往油電方向靠攏 那理由是什麼 就是碳排放的限制 就是希望在這個歐盟67的時候 碳排放能夠降到一個標準每台車 那如果超過這個碳排放的數字 要罰錢的 所以大家都想辦法油電化 來降低碳排放 這是正道法規的觀念 對所以以Eddie哥用總編輯的立場來看 我覺得聽起來是很合理的 以我膚淺的消費者立場來講 這就是一個為了賣車而不得不的抉擇 它必須要符合整個社會 或整個品牌 必須要對這個地球有一點交代的概念 對法規有一點交代 對法規能夠賣車有一點交代 但是這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現在的科技越來越進化了 所以它在能力範圍內 可以給大家反而不會讓你覺得 車子會變得很遜 不會喔 這一次的這個Altura來講 它所要傳達的是新的座倉的概念 它把座倉的這個部分 大家都知道油電會 其實多很多電池的重量 馬達的重量 但它卻是在油電化之後 把車身的輕量保持住 把這個電池甚至安排在座倉內 這樣子以這個模組來講 它叫MCLA的這個座倉模組 碳纖維座倉模組 可以在未來電動化 油電化上面做一個 應該說橫向發展 不一定只有Altura這台車 也許下一款車 也可以繼續用油電的方式 在目前這個車已經有 存電行駛30公里左右的能力 而且可以充電 你把它當電動車就好 對它可以符合第一級油電車 就是Plug-in Hybrid的概念 就是比如說我上班的旅程在30公里 我就上班都用電 下班用電 那我是旅程比較長的時候 這個油才加進來 這已經在超寶中 比較少做這個方式 之前有做到的是 我記得Panamera Plug-in Hybrid 在高級車中 也是有部分可以插電 就是讓你存電行駛 心裡頭告訴自己說 我今天又在為地球 基本心力這樣子 不過嚴格說起來 麥拉倫做油電 不是第一台 但是以P1之資的話 那是要說至尊的位置 對不對 現在如果我們要用 比較世俗一點的角度來看 1280萬起的這個售價 是以麥拉倫這個品牌來講 相對親民很多很多人 有一個車款 他在量半車裡面 也放了油電 第一個為了賣車 這是我的解讀 第二個是當然要符合法規 才能夠賣車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科技面 其實這個車子整個駕馭起來 數字上面看也是還不錯的 對不對 很驚人 這個0到100是3秒 那0到200 8.3秒 對這個也很驚人 10秒內 對0到200 你想想看沙燈很快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它符合了 這個應該說超跑的一個標準 但是在油電的科技上更增進 等於說這也是品牌的技術的提升 把原來需要V8的動力降到V6 從V6再搭配油電 第一個降排氣量 一樣會回到降污染這個話題上 它成功 第二個是在油電化上的重量 不會增加太多 所以又達成了這個自己這個應該說做超跑的一個新的標準 對 所以極速330公里 對 這個其實你不要以為它比較簽名 它就比較easy 然後比較容易加油 其實它還是兇的 超跑的標準 對 那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型 它的氣壩跟燈都用分離式的做法 而且車頭是比較像一隻劍 再來就是它的上纖式的車門 搭配單雨刷臂 其實外觀很容易看 這個車下賽道都會有不錯的成績 那關鍵就是這個在電子控制 在這個所謂的輔助上 麥拉倫具有一定程度的優勢 比起其他的超跑車廠來講 他在賽道的數據相對的容易達成 或者是明星 或者是其他的想愛跑賽道的朋友 這個麥拉倫都會有一個好的這個單圈成績表現 對 因為其實超跑大家都會講到它的車重 車重1395它有輕量化 所以你開的時候你會覺得它是很好駕馭的 而且這是油電 一般來講你這個有加的電池加的馬達 都會重很多 但它相對來講 把這個重量壓到1300 1300公斤是什麼概念 Golf就是1300公斤 你哪個Golf比這樣 超跑就跟一台小光炮的車重一樣 這個部分其實要歸功於 它新的這個MCLA的這個 我們講碳纖維車體 加上前方是鋁合金支架 所以是這樣子的方式 讓這個整體的重量下降 所以這也是這次新車發表 在科技上面的一個重點 就是因為它把這個結構盡量輕量 包括它的3.0升 V6引擎120度夾角 要講成這樣 據稱他們以前業界有這個電池馬達 那縱效馬力就可以往上撐上去 就跟P1的概念一樣 就是你除了原本的馬力 你還可以有電池帶給你縱效馬力 它汽油V6的動力是585P 它的這個馬達的出力是95P 對 那加起來 縱效馬力是680P 那這就是一個好的組合 另外是它的這個變速箱用巴速 但它把倒檔用馬達來做倒檔 用電動馬達做成倒檔的模式 所以它的倒檔是電動馬達在執行 所以這是一個結構上的不同 對 那這個巴速的配置也可以讓 應該說加速的方面更順暢 所以這是一個技術上面的最新的發表 對 然後720牛頓米的牛力 它就是一個猛獸 我覺得連KM配上跟車色同色的卡鉗 是漂亮的 那當然現在大家最期待進到車內了 Ajura的特色就是它很電子化 就是我們以往就是這些超跑要電子化不容易 但它把螢幕上面的各種演繹 甚至像現在的影音系統能夠導入 甚至這個中控的這個頁面 會像一個小型的pad一樣 就是很多的資訊都可以透過電子化來呈現 那對於車主的日常使用也相當方便 哇賽它連那個甩尾的控制都可以在上面看 對就是你這個甩尾力道可以調整 就是甩尾的這些力道的控制 對它其實應該都用觸控方式可以做調整 變成說這車其實嚴格講是一個交通工具也兼玩具 對你平常可以開然後你假日可以玩 這就是一個方卡 然後你想得到什麼 其實車上的這個操作是直覺到你無法想像 對像以往都大家已經就是你看到車要雷達 到車要鏡頭 它現在也都配起來了 對以往是其實不太在意你只要開就好 或者是超跑的就是超跑的本色就好 但它在電子化在這個所謂的閱讀介面上 甚至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導航其他的都可以 所以這就是一個新世代的超跑提供給車主 最現代的這些電子介面 它連那個賽道的模式你都可以直接選 它就專門一個頁面讓你進去 那再講講看你正前方的儀錶板 儀錶板這件事情是很影響開車人的心情的 因為當你啟動的時候那個有暗到亮的那個瞬間 對是你看嘛 因為這個有油電 所以它有一個電池 左邊有電池電量 甚至這個電池儲電量的儲電的表現也都有 甚至在模式上也可以切換到純電 Oh my God 你iPhone如果接上的話 左邊也可以看到 它就是Android Auto 跟Fore CarPlay都可以跟車上搭配 對 所以可以連接進去 所以就是應該說 進入到生活化的便利 它不僅是一個超跑 它在這個 但扮演交通工具的這些角色上 它也盡量的跟現在的車做結局 而不是說我是超跑 對 那我就沒辦法做這些事情 對 其實現在市售車盡量都讓大家可以更直覺的操作 所以其實你在開車的時候 要更享受開車或更專心開車 尤其它是一個超跑路線的車 所以你的導航 你的這個電量 全部我都必須第一時間要知道 對 而且在這個應該說駕駛螢幕上 可以做安配置跟切換 嗯 那其實就跟現在的一般的房車 沒什麼不同 高級房車沒什麼不同 所以便利性是有的 使用性是有的 再來就是玩樂性又更增加了 對 綜合來講呢 就是這一部車更貼近日常生活的電力性 當然它可以作為一些玩樂使用 再來它是油電 合現在這個法規跟碳排放的標準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座艙 其實是最新設計的這個所謂碳纖維座艙 真的是整個座進來 就是包含了我們的腳的位置 跟我們這個A柱椅內 到這個B柱進來 這整個座艙都是新的 然後電池就在我們的下方 電池都在我們的下方 所以這是一個新型態的Hybrid 這個MCLA的碳纖維車架的一個模板模組 對 那我以這個如果做副駕角度來看的話 我進來舒適度還是要有 雖然你說超跑或跑車 你要要求什麼舒適度 可是我跌坐進來之後呢 包覆性很好 然後就是它的一些細節的安排了 你看它的灰色的皮 它還用黃色來做一個區隔 然後後面黑 主要來講這個椅子 它雖然有一點賽車椅的造型 但是這是好做的 它有襯墊 它有泡棉 其實還蠻厚的 對 不是你想要那個Dentoco的 所以看起來很 Hardcore的路線 但是實際上坐起來就是很舒適的 對是舒服的 然後椅子其實你去捏 它周邊這個都是軟的 都有泡棉 然後再來就是上方 整個都是黑色橘皮的 沒錯 在車頂的部分 所以離我的車頂其實 雖然車子很低趴 可是離我的頭頂還是有一個空間 還好啦還算OK 所以做的是很OK的 不會太局促 然後它的配色 其實你看關上門啊 我這邊 音響也是高檔音響 對 B&W 然後這裡 哇很漂亮 鍍鉻鍵 然後它讓你 因為旁邊的人 有時候重腳油門 可能會比較顛沛一點點 我就抓著 對跟著享受 身體跟著綠動 它這裡還故意 讓你握的時候 有一點點回饋的感覺 你會覺得 不會害怕 不會啦 這個就不能靠把手 我們講的就選配6.3安全帶 喔 要這樣子 如果駕駛知道自己是重鹹路線 那就直接就選配6.4 那這個沒有啦 這個就是直接一個安全帶 3.4安全帶 對 就一般般的 這樣是OK的 但是以超跑的規格來講的話 這些東西都是 還有置物相關的置物槽 還有這個開門的門把 對 然後後面還是有Carbon的這個 對沒錯 它的電動窗開關 這車是怎麼開門呢 拉一下嗎 是拉 這個拔手 是拉拔手的 是拉拔手的 是嗎 是耶 是拉這個 輕量化的門把 帶子的拔手 所以怕你手伸不到 拉一個 它有一個環 布的環 這就是輕量化 能夠剪刀跟Golf差不多重 真的是用心良苦 然後前面出風口 真的就是有點像 這個車子的 後面的Diffuser的感覺 它出風口故意這樣做 一個一個的格柵 藏在這個儀表的下方 對 非常上下呼應的感覺 然後其他的收納空間 你看這個地方 有個可以放杯子 前跟後都有 然後手機有Type-C跟USB 然後點焰器也有耶 現在車子越來越難看到 點焰器這些都有 然後你 這是什麼賽道模式嗎 這個是進賽道Check 這個銀石賽道的這個計圈 它會有賽道的模擬 然後幫你記錄這個圈數 跟所謂單圈的成績 對 然後因為我們才剛上來 其實你的那個車子要啟動的話 是在這裡耶 對 是中央啟動 對 左邊是大燈 左邊是大燈 然後這裡也是有換檔撥片 一定要有換檔撥片 就是DNR 然後模式從這邊選擇 它會有不同的模式 操作模式 對 所以這是模式的選擇 操作模式透過這裡選 然後你要手動的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你要DNR檔 它的換檔方式是這樣耶 紅檔用按的 按鍵式 我怎麼覺得我還在做DJ耶 懂字懂字懂字 就三個單純的按鈕 三個這樣子 然後那個 如果你要路邊停車 就稍微按一下這個 而且你看這個杯角非常小 你大殼沒辦法放 開這種車實在是不用拿大殼 我都不太建議你開車的時候喝東西 對 然後這個雖然車子小 但是對 有小J200 小小塊的 這上面這個做的質感很好耶 對 它有一點度的一個像金屬色的 嗯 然後裡面在鋼琴烤漆的感覺 對 所以整體的質感是非常 欸這裡還有一塊 對 它就是照鏡子 你如果只需要遮陽 你就打開這個 啊鏡子就是 啊鏡子就另外再撥一個 對對對 不要自己被自己的美下行 好這就是今天我們看到Altura 好那你想知道這台車 更多細節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喜歡我們的頻道 趕快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